刀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刀利天即是三十三天 位居玉界第二天的衰微山頂 山頂四邊各有一封 由金剛守藥叉神守護 此天中央為善建城 是帝式住柱 城外四軟是諸天眾遊樂之柱 城的東北有原生樹花香昏圓 城的西南有善法堂 諸天眾群聚於此評論法禮 四方各有八成加中央一成合為三十三天成 佛母摩耶夫人命中後登入慈天 法乃自都利天公為母說法三個月 水微山的半腰是四天黃天 山頂就是都利天 此天四面各為八萬遊巡 每遊巡約四十里 色提緩恩住在中央的善建城 此城周圍四萬十千遊巡 順由黃金所造 城的四面為千門流 城的中央還有一重金城 共五百道城門 門都是以種種珍寶顏色 城中央又保留松角為流離重寶所成 有一天 適家謀尼佛來到都利天公 為母親摩耶夫人說法 就是這個時候 十方無量世界有數不清的佛同大菩薩 知道適家謀尼佛要在都利天公為母說法 所以都來到都利天公集會 十方佛菩薩讚嘆適家謀尼佛能於五族惡誓 言出不可思議的大智慧神通力 調伏雜性剛強難化的眾生 令他知道一切因果苦樂解脫的圓滿之法 那個時候 如來含笑 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 以及種種微妙之音 這個時候 娑婆世界 以及他方國土 有無量億天龍鬼神 都集到都利天公 這個時候 適家謀尼佛 就跟文殊施利菩薩說 文殊施利 你看今天來到都利天的一切諸佛菩薩 和天龍鬼神 你知道共有多少嗎? 文殊施利菩薩回答佛說 世尊, 如果以我的神通力 經過千劫長久時間的測算 也不知道這個數目 佛就跟文殊施利菩薩說 即使我以佛眼來觀看 也看不完 這些都是地藏菩薩 從九願劫以來 已經度的, 應當度的, 尚未度的眾生 也就是已修成的, 應當修成的, 尚未修成的眾生 文殊施利菩薩對佛說 世尊, 我已久修善根 正達無礙的智慧 所以問佛所言, 能立即相信 但是一般眾生 必定還會懷疑佛誠實之言 遺免眾生毀旁, 其請世尊廣說地藏菩薩 在因地作何願行 而能成就不可思議之事 法就跟文殊施利菩薩說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裡 所有的草木叢林 杜麻、竹圍、山石、微塵 每人物都比喻為一條行河 每一顆行河沙 又比喻為一個世界 每一個世界裡的每個微塵 又比喻為一劫 每一劫所積的微塵數目 再全將它比喻為劫數 地藏菩薩剩得十地果惟到現在 已經超過千倍以上所比喻的數目 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懸覺的時候 以聞佛法開始修行 文殊施利 這位地藏菩薩的威神力和誓願 都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在未來世 有善男子或者善女人 聽到地藏菩薩的名字 或者讚嘆或者黎拜 或者清念地藏菩薩的名字 或者用香油燈花來供養 乃至彩惑木刻 金柱或泥塑地藏菩薩的形象 此人哪能往生三十三天百次 而永不度於惡道 文殊施利 這位地藏大菩薩 早在非常久遠以前 就為一位富貴的大長者的兒子 當時有一位佛名為 師子奮信聚足萬行如來 那個時候 這位長者子 看見佛的相很莊嚴 於是就問佛 你是作何行元 而得到這樣圓滿福德的莊嚴法相呢? 這個時候 師子奮信聚足萬行如來 就跟長者子說 你欲正德此身 當衰狗願道脫一切仇苦眾生 文殊施利 長者子聽完佛說的話 在當時就發願說 我從今起盡未來制 要為犯罪受苦的六道眾生 廣切種種的方便法 令他們全部解脫罪業 離苦得樂 這樣我自願聖佛道 因此 他就在師子奮信聚足萬行如來的面前 立下這個誓願 到如今 已經過了百千萬億 數不清的劫數 為了普道眾生 他依然是做菩薩 還不肯成佛 又在過去無數劫以前 那個時候世上有佛 名為郭華定志在王如來 此佛的壽命 有四百千萬億雅爭其劫 此佛的仗法時中 有一位縮覆深厚 而且受眾人敬佩的婆羅門女 在行住作臥的時候 有諸天神來護衛 但是她的母親信邪道 時常欽萬佛法僧三寶 那個時候 婆羅門女廣説很多方便法門 來圈道母親 使她生起正見信佛 但是她的母親 在尚未傳信的時候 就已經命中 神魂墮落到無間地獄裡 當時婆羅門女 知道母親生前不相信恩果 死後必定會除葉生往惡道 為了挽救母親 婆羅門女不惜賣了家產 到處尋買供養佛的香花和工具 然後來到 郭華定志在王佛塔寺裡 大舉供養三寶 後來她來到某間寺院中 看到郭華定志在王佛威得莊嚴的形象 於是她就前去尖養禮拜佛像 而內心加配的心生敬養 婆羅門女暗自思念地說 佛的名號為大國者 具足一切圓滿的智慧 對, 假如佛還在世上 我母親雖然已經死了 如果你請問於佛 她一定會知道 母親現在往生到哪裡 這個時候 婆羅門女暗自哭了很久 而且依依不捨地沾望如來 突然間, 胸中傳來聲音說 聖女, 你不用太悲愛 我現在跟你說 你母親的去處 婆羅門女俠長對著胸中說 是哪一位神得來安慰我 我自從失去母親之後 一夜想念 不知要去哪裡去問 才知道母親生往何處 這個時候 胸中又傳來聲音跟聖女說 我就是你所簽養禮拜的過去 郭華定自在黃域內 我看到你賞年母親 加倍於一般常人 所以來告示你 無襯醫家所生的地方 婆羅門女聽了佛的聲音 高興地向胸中撲去 而傷截骨暈了過去 經過左右侍女扶起 很久才醒來 她又對胸中說 願佛賜問 跟我說母親的生處 我這個身體很快也將死去 這個時候 郭華定自在黃域內 又跟聖女說 你供養完之後 早點回家 端助思為 我郭華定自在黃域內的名號 這樣你就能夠知道母親的所生去處 婆羅門女回到家之後 因為想念母親的緣故 所以端助念 郭華定自在黃域內的名號 經過一日一夜 突然間她覺得自己來到一個海邊 那個海水滾堂 有很多鐵身的惡獸 在海上盜處飛奔 她看見有百千萬多的人 出沒在海中 而被很多惡獸增傷咬食 又看到很多形狀怪異的夜叉 在那裡追趕著那些罪人 或者這些夜叉自己互相擦殺 這麼多的慘狀令人不敢苟悍 這個時候 婆羅門女因為念著 郭華定自在黃域內的名號 自然沒有了恐懼 有一位命做無毒的鬼王 前來向婆羅門女問信 她說 善哉 這位菩薩是甚麼原因會來到這裡呢 婆羅門女就問鬼王 這裡是甚麼地方 無毒鬼王回答說 這些是大鐵圍山西邊的第一重海 聖女猶民 我聽說在鐵圍山裡面 地獄就在其中 是不是真的? 無毒回答說 實在有地獄 聖女猶民 我現在為何會來到這個地獄? 無毒回答說 如果不是威神力 就是因為業力 才可以來到這個地獄 聖女猶民 這些海水為甚麼這麼滾 為甚麼有這麼多的罪人 和凶惡的猛獸? 無毒回答 這些都是在焰浮堤世界作惡的人 死後四十九人內 沒有人為他做功德 救不苦難 而且在生前又不收善 所以就依他在生前所做的罪業 敢召受報的地獄 而要到地獄去 途中就必先過這個大虎海 這個海的東面 經過十萬游巡 又有一個大海 他的虎加倍於這裡 那個大海的東面 還有一個大海 他的虎又會更加一倍 這些都是由眾生三葉 惡因索礁成的 這些地方就是葉海 聖女猶民 那地獄究竟又在甚麼地方? 無毒回答 在這個三重海裡 就是大地獄 在每個地獄裡 又有很多小地獄 比較大的有十八層地獄 其次有五百層小地獄 再其次有千百層小地獄 在每一個地獄 都是受無糧的苦 聖女又說 我母親生前因為斜見 基兆毀謊三寶 不知道她死後 神問陀往何處呢? 無毒又問聖女母親的姓事等等 聖女回答 我的父母都是婆羅門種族 父親叫斯羅善賢 母親叫月蒂利 無毒合掌回答說 請聖者回去 不別憂愁被愛 月蒂利罪女 在三日前已經升了天 說是聖孝子為她設功受福 暴師郭華定置在黃豫內塔子 而解脫地獄的痛苦 在同時 無間地獄裡的罪人 也在那天 像著孝子救親師父的恩責 到一齊升天去享樂 無毒鬼王在講完之後 就很恭敬地合掌退下 婆羅門女沒多久就如夢醒來 明白事實之後 便於郭華定置在黃豫內的塔像前 立下弘大的誓願港 願我盡未來時 為所有造罪受苦的眾生 廣切種種的方便 令他們全部都離苦得樂 這個時候 法又跟文殊師李菩薩說 當時那位無毒鬼王 就是現在的財守菩薩 那位孝順的婆羅門女 就是這位地藏菩薩 婚身集會品第二 這個時候 在無量世界 以及所有地獄的分身地藏菩薩 都來到都離天宮 因如來威神力的緣故 敢召來各方的菩薩 以及無數已經解脫的眾生 大家都持著香花來供養佛 同來的這些眾生 都是蒙地藏菩薩的教法 已不退轉於無上正等正覺 這些眾生自從九月以來 一直在六道生死輪迴 如今因為蒙受地藏菩薩 大慈大悲的深宏誓願所救度 所以每位都已經正得果為 現在都很歡喜地來到都離天宮 他們很恭敬地集中目光 目不捨離的尖養佛 這個時候 世尊伸出紫金手臂 以威神力遍我所有無量分身地藏大菩薩的頭頂 而說 我在五族惡勢 教化剛強頑固的眾生 令他們去惡行善 捨邪歸正 但是十個之中 仍是有一兩個惡習不改 我亦分無量化身 對於各種不同根性的眾生 用種種方便的方法去救度他們 令他們離府得落 或者我現男人身 或者現女人身 你救到他們 或者天龍身 神王身 鬼王身 或者現山林川縣 河池全井 你利益救到他們 或者現天地身 泛王身 轉倫王身 居時身 國王身 宰父身 觀屬身 彼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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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自聲聞羅漢 迫之佛 菩薩等身 來化道他們 並非以佛身道化他們 佛說 地藏菩薩 你看我從無量劫以來 勤勞辛苦的度化 剛強頑固的罪苦眾生 對於尚未度化調伏的眾生 如果除孽 躲於惡道 受大苦報事 你當忌憚 我在都離天宮再三的祝福你 要你令娑婆世界 直到美立菩薩 出世以來的眾生 都得解脫 永離聚苦 見佛文化 得佛授極 這個時候 所有世界的 分身地藏菩薩 合為一身 體內哀戀地和佛說 我從九月以來 夢佛接印教導 令我得到不可思議的神力 和大智慧 我現在分身遍滿無良世界 度化無良的眾生 令他們歸於三寶 永離生死 就算是小修善事的眾生 我都漸漸地救到他們 令他們獲得很大的利益 願請世尊不必為後世的 惡業眾生而憂慮 地藏菩薩 這樣說了三次 這個時候 佛就讚嘆地說 非常好 你能成就九願劫黎所發的誓願 道盡眾生而靜得菩薩 觀眾生業原品第三 這個時候 釋迦牟尼佛的母親摩耶夫人 恭敬合掌 問地藏菩薩說 聖者 厭佛提眾生所做的罪業 個個不同 將會受到怎樣的報應呢 地藏菩薩這樣回答 千萬世界有些有地獄 有些沒有 有些有女人 有些沒有 有些有佛法 有些沒有 地獄罪報也並非一樣 摩耶夫人猶在問 我願聽 厭佛提世界的犯罪眾生 所敢召的惡報是甚麼 地藏菩薩就跟佛母說 在濫嫌浮提所受的罪報是這樣的 若有眾生不孝 乃至殺害父母 當墮無奸地獄 經過千萬億劫 已無法出來地獄 若有眾生出佛身血 毀胖三寶 不恭敬佛經 亦當墮入於無奸地獄 經過千萬億劫 亦不能出來地獄 若有眾生侵損 尊重上住的地方 破壞爭利 靈洗不守戒律 或在寺院恥意行淫 或是殺害生命 像這樣的人 當墮於無奸地獄 已無法出來 若有眾生假扮沙門 但心不修行慈戒 糟蹋上住的東西 而且又欺騙在家人 身亦破戒 好似這種人 亦當墮於無奸地獄 而無法出來 若有眾生偷竊常住的財物 谷米飲食 衣服乃至一物 並非經過主人所及於的 這樣亦當墮於無奸地獄 經千萬億劫 亦無法出來 地藏菩薩和佛母摩耶夫人說 若有眾生做了好似以上五種的罪業 應當墮於無奸地獄 要求暫停受苦 就算在轉念的瞬間也不可能 摩耶夫人又問地藏菩薩 那裡的地獄 為何名為無奸地獄呢 地藏菩薩說 聖母, 所有的地獄都在大鐵圍山裡 其中有十八所大地獄 還有五百所次等的地獄 另外還有千百再次一等的地獄 這些地獄的名稱都不同 說到無奸地獄 這個獄城的周圍有八萬多里 高一萬里 全部是用鐵造成的 城上全部都是猛火次序 獄城裡每一個地獄都連在一起 名稱各不相同 其中只有一處叫做無奸地獄 這個無奸地獄的周圍有一萬八千里 牆高一千里 全部是用鐵造成的 在城下有火燒到城上 在獄牆上還有鐵蛇鐵狗 口噴大火在牆上專門追逐罪人 令罪人無所逃避 在獄中有個片滿萬里的大床 若有一個人受罪 可自見身體變成萬里大的片和滿床 若千萬人受罪 也能夠各自見其身片和滿床 這就是所做的罪意以招惹的果報 還有很多罪人將受眾苦 有千百個爺渣惡鬼口牙如劍 眼如電光 手如銅爪的拖扯著罪人 又有爺渣拿著大鐵擊 拋扯著罪人的身體 口鼻或腹部 再用鐵擊把罪人拋到胸中後 又用鐵擊刺接回來 或者把罪人拉到鐵床上 又鐵影刁住罪人的眼睛 鐵蛇牽住罪人的頸 身體所有的資質都被釘在牆壁上 跳蜊被拔出來, 用鐵來跟著它 有些腸被扯出來坐斬 有些被滾燙的銅汁從口灌下去 有些被燒紅的鐵潛駁著身體 痛到罪人死去又活來 千萬次反復著 這些都是罪人作惡 做業所錦招的虎報 這些罪人雖然經過千萬億劫的仇人 仍然不能出地獄 直到這個世界壞了 又再寄生到另一個世界受苦 一直這樣輾轉雙技 這個就是無奸地獄的罪報 又因為這個是由誤種事業所錦招的 所以就叫做無奸, 無休息間斷 所謂誤種無奸就是第一 是日夜都要受罪報 而沒有一刻停止 第二 是當一個人受罪 或者同千萬人受罪報時 他的身體都變和滿床 第三 是應罰罪人的器具都很齊備 好像刺人的叉 打人的棒 咬人的鷹, 蛇, 狼, 犬 都是鐵造的 又用來磨罪人的對購 和鋸罪人的刀 又穿鑿罪人的心肝肺 挫削罪人的皮 又用大斧頭砍罪人的頭 再把罪人吊到大鐵鍋主 或者用鐵網來燒烤罪人 又用火熱的鐵馬踐踏罪人 再用滾燙的鐵汁淋到罪人的身體 罪人飢餓的時候 令他吞到熱鐵圓 口渴的時候令他喝到熱鐵汁 如此痛苦從不間斷 第四 是不分藍類老幼貴賤或者天龍鬼神 若有造罪錦招都要受這個虎部 第五 是在無間地獄 日夜都經過萬生萬死 連轉念瞬間的休息也沒有 除非孽部已經受盡才能夠投生 無間地獄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要廣泛詳細說明地獄裡的一切 即使一劫的時間也說不完 摩耶夫人聽完地藏菩薩的話 悲嘆自己不能研究那些受苦的罪人 乃合掌鼎勵退回本位 嚴浮眾生業錦品第四 是 這個時候地藏菩薩就跟佛說 世尊, 我因樣像如來的大威神力 所以才能分身到百千萬億世界 救到一切受孽部苦難的眾生 如果不是因為如來的大刺力 我亦不能如此的分身變化 我現在有成無佛的吩咐 直到阿日多菩薩 也就是未立菩薩, 聖佛以來 顯靈我救到在六道裡輪迴的眾生 令他們都脫離苦難 是的, 世尊 我一定奉行你的意志 但願世尊不必憂慮 這個時候, 佛跟地藏菩薩說 一切尚未解鐵的眾生 心靜不定都是隨景緣造業 因此一直在五道中生死輪迴 而沒有停止 他們經過無數劫長久的迷惑暗像 就好像雨又入網 也誤以為是在流水中 或者又剛脫離網羅的 但是轉瞬間卻又落入網中 以無法解脫 這些剛強難化的眾生 是我所憂慮的 但是你將要完成九月以來 盜脫這些罪苦眾生的誓願 我還有什麼憂愁呢? 佛講這些話的時候 會中有一位定志在王大菩薩對佛講 世尊, 我現在很願意 聽聽地藏菩薩雷劫以來 是多生眾發過什麼緣 成蒙世尊在會中 再三地讚嘆地藏菩薩 很希望世尊大約為我們說一說 這時候, 佛就跟定志在王菩薩說 你們註聽, 好好地思為憶念 我當為你們分別解說 在過去無良劫九月以前 那個時候有一位佛 命為一切智成就如落 此佛壽命長六萬劫 他在未出家前曾做過小國的國王 他和鄰國的國王是好朋友 良人一同修持十善政衡 來利益當時的眾生 由於他們鄰國人民時常做惡言 因此兩位國王就研究決意 廣切方便令眾生去惡行善的方法 一位國王法院說 願我早成佛道 來盜脫這些造業的人物 都能成佛, 沒有留下一個 另一位國王法院說 假如我不先盜盡所有造罪受苦的眾生 令他們都能安樂而成佛道 我就不願意成佛 佛同定志在王菩薩說 當時一位國王法院要早成佛的 就是一切智成就如來 另一位國王法院要先盜盡罪苦眾生 不願意成佛的就是現在的地藏菩薩 又在過去無良劫九月前 那個時候有一位佛出世 命為清靜蓮花木如來 此佛的壽命長四十劍 在清靜蓮花木如來它漲發時候 由一位靜果的阿羅漢 他事上受眾生供養, 眾殖福報 而且更因怨此地, 願教化眾生 某一日他接受一位名叫光木的女人 切食供養 羅漢問他希望求甚麼 光木女就答話 我在母親死亡之日, 切齋供養 出資為母親收福, 勾拔罪苦 但是不知道現在母親投身到哪裡 羅漢很黏敏光木女 乃為她靜坐入定觀察 她看見她的母親墮落到惡道中 受到極大的苦報 羅漢問她說 你母親生前做過甚麼事 甘在惡道, 受緊大苦報 光木女就回答說 我母親生前喜歡吃水魚和魚之類 並且多數是吃魚子 為了滿足口服, 而致意的宵主宰殺 請專者持敏救助 羅漢同情地為她想出一個方便的方法說 你可以致成的蓮清靜蓮花木如來的名號 並且索惑此佛的形象 這樣做就可以使得在生的 或者已死的人都得到善報 光木女一聽完之後 馬上賣了她所愛的東西 請人來掃畫佛像 以恭敬的供養 又以非常恭敬的心 避入的沾養禮拜佛像 突然在晚上 光木女夢見佛身金光照耀 高大如衰微山 放出大光明的對她說 你的母親就快投身到你家裡 嬰兒只知道饑寒的時候 就懂得說話 後來光木女家中的婢女生了個兒子 不到三天就懂得說話 這個嬰兒稀手逼一地對光木女說 我就是你已死的母親 所有做業的生死果報 都由各人自作自受 自從離別以後 我一直墮在明暗的地獄守府 成目你念佛的功德 我只能投生到這裡做夏天人 而且很短命 只能活到十三歲 死後又要墮到惡道去守府 你有甚麼辦法 可以讓我解脫罪孽 免在守府 如果光木女聽完婢子的話 只要這個婢女的兒子是她母親 就耿煙卑陰地對婢子說 你既然是我母親 應該知道曾經做過甚麼罪孽 才會墮到惡道裡面 婢子回答 我是因為殺害和毀邁兒孽 而敢受苦報的 如果不是你孝順地為我收福 來救到我的苦難 我這麼重的罪孽怎麼能解脫 光木女問地獄罪報是怎麼樣 皮子就回答 那是百千年也說不完 我不忍再提起 光木女聽完之後 對胸中哭泣地說 如我母親永離地獄 活到十三歲以後 不再有重罪於墮入地獄 十方諸佛,慈悲連吻我 聽我為母親發的廣大誓願 讓我母親永遠脫離三惡道和卑賤 並且永遠不再受生累身 我從今以後至百千萬億劫中 誓願救到所有世界、地獄、惡道中的 所有罪苦眾生 令他們都成佛後 我自願成正哥 光木女發完怨之後 聽到清靜蓮花木如來跟她說 過木,你大慈悲 能為母親發今大的誓願 我觀你母親十三歲後 將捨此捕身 投身為凡智而享受百歲 受願此捕後 又投身無憂國徒 受場無法計算 後來成佛廣道無良的眾生 法同定志在王菩薩說 在那個時候 福度光木女的羅漢 就是現在的無盡義菩薩 光木女的母親 就是現在的解脫菩薩 而光木女就是現在這位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從過去九願劫以來 如此慈悲的法無量大願 廣道一切眾生 在未來世 若有人不行善而只會造惡 乃至不信因果 邪淫、妄語、量善、惡口 毀謗大乘經典 這些造業的眾生 死後必墮落三惡道裡去 但是如果遇到善知識、勸道指典 即使是在善那間發起恭敬心 歸於地藏菩薩 這些罪業眾生 即能解脫三惡道的虎報 如果能夠恭敬、善敗、讚嘆 以香花、食品或種種珍寶 來供養地藏菩薩 此人在未來百千萬億業眾 尚在天上受聖妙郎 如果天福享盡、投生人間 還能夠在百千劫中上造帝王 並且能清楚的記憶 他前幾世的因果命運 定志在王 地藏菩薩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大威神 來廣利眾生 你們各位大菩薩 應當記住這部地藏經 並且廣大的宣揚流傳 定志在王菩薩對佛說 世尊,請勿掛慮 我們必能聖佛威神力 廣誓此經於嚴浮提世界 利益眾生 定志在王菩薩講完之後 恭敬合掌頂禮而退 這個時候 四大天王都由座位站起來 合掌恭敬地對佛說 世尊 地藏菩薩從九願結以來發大願 為何至今還未度完眾生 現在又再發這麼廣大的誓願 請世尊為我們解說 佛就向四大天王說 好,這個對你們和所有未來的眾生 更有廣大的利益 我現在為你們解說地藏菩薩 在娑婆世界的南艷佛題中 慈悲、舊道、一起聚苦眾生 所用的種種方便的方法 佛就向四大天王說 地藏菩薩從九願結以來 已經盜脱無良因聚暴受苦的眾生 但是仍然還未完畢 他累劫以來所發的大願 這是因為他持民這個世界的聚苦眾生 他觀察到在未來的無良劫中 這些眾生的孽恩聚暴 一樣牽連不斷 所以才又發出重大的誓願來救到眾生 因此地藏菩薩在娑婆世界的厭佛題中 延出百千萬億的方便 隨機化身以來救化救到眾生 地藏菩薩如果遇到殺生的人 就會跟他說 你不要再殺生了 否則將來必受短命的暴凝 如果遇到涉道的人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涉道了 否則將來必受寄窮又苦的暴凝 如果遇到邪淫的人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邪淫了 否則將來必受投身著甲鴛鴛的果報 如果遇到惡口罵人的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再罵人 否則將來必受眷屬互相爭鬥的暴凝 如果遇到喜好毀瀑的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再毀瀑了 否則將受啞巴或口上生瘡的暴凝 如果遇到親恨心重的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再親恨了 否則將受生得好醜樣 並且殘廢的暴凝 如果遇到憨論的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眷攤淪食 否則將來所求皆不能上心滿怨 如果遇到飲食沒有製節的人就對他說 飲食應當製節 否則將受饑汗、因喉病的暴凝 如果遇到打獵重情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打獵了 否則將來必受驚嚇、恐怖、喪命的暴凝 如果遇到不孝順父母的人就對他說 要孝順父母 否則必受天誅地面、水火天災的暴凝 如果遇到火燒山林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再放火燒山林 否則將來必受顛狂自殺的暴凝 如果遇到祭父母、虐待非、親生子女 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來投生必受鞭打的暴凝 如果遇到容亡、補足餘鳥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補足餘鳥 否則將受骨肉分離的果報 如果遇到毀謀三寶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毀謀三寶 否則將受盲人、龍人、雅巴的果報 如果遇到興萬、佛法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興萬、佛法 否則將來必受永惰三惡道的暴凝 如果遇到破壞上住財物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必受無良劫淪回地獄的苦報 如果遇到污毒或冤枉出家中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必受永遠做畜生的果報 如果遇到滾湯、猛火或刀斬傷害眾生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受同樣的暴凝 如果遇到破壞、破債、食婚的不修行者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必受禽獸飢餓的果報 如果遇到無理毀壞、亂用惹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受貧乏而求不得的果報 如果遇到貢高我慢的人就對他說 你不要貢高我慢 你不要貢高我慢 否則將來必受悲賤、下屎的果報 如果遇到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的人就對他說 不要這樣 否則將受無蝕或白蝕的暴凝 如果遇到知見不靜的人就對他說 知見不要違背正理 否則將受投身萬方之地的果報 以上是大蓋的說明 焰浮提眾生所造的暗言和所受的各種暴凝 好像這類眾生的業感果報各有不同 地藏菩薩是用盡所有方法交化他們 這些造業的眾生在受完以上所說的果報 最後還要墮入地獄 經過無量劫後 仍然無法出來地獄 因此你們要好好保護眾生和國土 不要讓這類被罪業迷惑的眾生 再任意地去造惡造業 四大天王聽了佛的叮靈之後 到悲嘆流淚 恭敬的合掌退下 地獄名號品第五 這個時候 普賢大菩薩對地藏菩薩說 人者, 請你為天龍四大天王 和現在將來的一切眾生 演說娑婆世界 和南岩浮堤的罪苦眾生 所受報應的地方 和各種地獄的名稱 以及造惡受報等情形 可以令未來世未聞佛法的眾生 知道有這樣的果報而引以解禮 地藏菩薩就說 我今天成佛的威神力 和大事理的力量 大概敢說說地獄名稱 和罪報惡報的情況 人者, 在焰浮堤的東方 有一座黑暗無光的鐵圍山 山裡面有個大地獄 名叫極無間 極無間地獄有一重大地獄 名叫大阿比 在大阿比地獄裡面 又有四角 飛刀、火箭、甲山、通槍、鐵車、鐵床 鐵牛、鐵衣、千人、鐵雷、陽銅 鋪、鋪柱、流火、羹蝕、錯手、燒腳 淡眼、鐵丸、爭倫、鐵夫 多真等處地獄 人者, 在鐵圍山內 像這樣的地獄有無數個 例如還有叫喚 拔舌、訓鳥、銅鎖、火象、火狗、火馬 火牛、火山、火石、火藏、火糧 火鷹、巨牙、剝皮、飲血、燒手、燒腳 刀刺、火屋、鐵畫、火狼等無數的地獄 在這些地獄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名稱的小地獄 人者, 這些都是南焰浮堤行惡的眾生 因罪孽所錦焦的苦惡報 這些罪孽的力量高過衰微山、深過巨海 能障礙修行的聖道 所以眾生不要輕時小惡 以為是沒有罪過的 到死後的果報仍然是絲毫不差 即使是父子至親 死後也各受果報 眾現父子相逢 也不能代替仇報 我敢仰聖佛的威慎力 大概講講地獄罪報的情況 請人者暫時聽我說 普賢菩薩說 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 這個三惡度的苦報 我敢希望仁者講講 可以令後世沒法一切做惡業的眾生 聽了仁者的說話之後 能發心歸依三寶 免除三惡度的苦報 地獄菩薩說 仁者, 地獄罪報的情況是這樣的 或者拔取罪人的舌頭 用牛去更離 或者勾出罪人的心 被椰叉吃了 或者以大鍋煮滿廢堂 煮罪人的身體 或者火燒銅柱給罪人泡 或者以猛火趕燒罪人 或者以寒冰冷凍罪人 或者以糞尿分臭罪人 或者鐵蟲釘咬罪人 或者鑽火槍燒罪人 或者撞擊罪人的胸背 或者火燒罪人的手腳 或者以鐵蛇前繳罪人 或者以鐵狗追咬罪人 或者令罪人騎在火燙的鐵類上等等 仁者, 好像這些罪報在每一個地獄中 都有百千種由銅、鐵、石、火造成的刑具 而這些銅、鐵、石、火 就是眾生惡業所感焦的果報 假如要廣泛說命地獄罪報的種種情形 在每一個地獄裡面 就已經有千百種的痛苦 更不用說在無數地獄內 不可掃的痛苦 我這麼讓誠佛的威神力及人者所聞 只是大量地說一說 如果想詳盡的解說 那是一劫都說不完 如來讚嘆品第六 這個時候, 世尊舉身放出大光明 遍召百千萬億無量諸佛世界 發出大音聲 普告諸佛世界一切大菩薩及天、龍、鬼、神、人、非人等 我這麼說 你們聽我今天清陽讚嘆地獄大菩薩 於十方世界 延出大不可思議的威神慈悲力 救護一切罪苦眾生的事情 在我滅道之後 你們各位大菩薩及天、龍、鬼、神等 要好好地護為這部地獄經 令所有眾生都剩下不生不滅的涅槃快樂 這個時候, 會中有一位普廣菩薩 合掌恭敬的對佛說 今天看到世尊讚嘆地獄菩薩 又不可思議的大威神德 請世尊為未來世界的沒法眾生 宣講地獄菩薩利益仁、天、恩、果等事情 令所有的天、龍、鬼神及未來世的眾生 都來頂受諷刺佛的教誨 這個時候, 世尊就跟普廣菩薩說 你們好好地聽 我大概為你們解說地獄菩薩 利益仁天福德的事情 在未來世中 如果有人聞到地獄菩薩的名字 或有人恭敬合掌、讚嘆、禮拜、戀霧 此人可超越過三十劫的罪孽 如果有人彩惑地獄菩薩形象 或者以土石、膠漆 或者用金銀銅鐵鑄造地獄菩薩的形象 來沾養禮拜 此人將可百次往生三十三天 永不墮於惡道 假如天福享盡以投身為人 善能作為國王 還不會失去這樣的大利益 如果有女人討厭女人身 誠心供養地獄菩薩的畫像 或土石、膠漆、銅鐵所造的菩薩形象 而每日堅誠不退心 常用香花、飲食、衣服、愧彩、藏番、禅寶等物 莊嚴供養地獄菩薩 將承受供養地獄菩薩的功德福利 除非是她慈悲法願 要再受女身來盜脫眾生 否則這位女人盡持因女捕身後 經八千萬劫 將不再生到有女人的世界裡 更何況是再受捕為女人身呢? 普國,如果有女人討厭自己生得醜樣 並且多病 如果能在地獄菩薩像前誠心煎禮 只需一頓飯的時間 這個人就能在千萬劫中 常仇生上謀圓滿端正 這個女人如果不討厭女人身 則能在百千萬億生中 常生為皇女、皇妃或宰相長者的女兒 而且相貌怨滿 這些都是因為她 尖禮地獄菩薩所獲得的福寶 普廣 如果有人能在地獄菩薩像前 以種種的技樂過榮讚嘆 並且用香花供養 甚至還勸導他人敬順禮拜供養 好像這些人在現在世及未來世中 時常得到百千鬼神日夜互惠 連惡事他們都不會聽到 何況親身去嘗受惡事宏禍呢? 普廣 在未來世中 如果有惡人或惡神惡鬼 看到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共養 讚嘆尖禮地獄菩薩的形象 這些惡人鬼神 如果生起幾笑毅慢的心 磅雪這些是無功等利益的事情 或勞恥冷嘲或在背後誹謗 或勸他人共同毀謀 無論是一個人或很多人一起毀謀基兆 甚至只是一念生起基毀的人 好像這些人 就算經過鹽劫裡一千位佛出世 又皆滅渡了 但是他毀謀的業務 還仍然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的罪苦 在受完地獄罪苦之後 又去受惡鬼的虎報 經過千劫之後 又去受畜生的虎報 經過千劫之後自得做人 但也是貧窮下賤 同時六根不完全具足 而且事上被惡業纏劫其心 所以沒多久 又再墮入惡道 普廣 機毀他人共養 尚且獲得此報 何況是靈生惡劍去毀滅佛法 普廣 如果在未來勢眾 有人狗病臥床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或者事上在夜晚蒙倒惡鬼 或者已經死所的親人 或者事上蒙倒和鬼神同游在危險的路上 而驚叫不醒 這樣經年雷月地變成勞傷重病 連在睡眠中都深淫叫苦 而淒慘不安 這些都是病人往式所造成的案業 和所敢招的冤魂正在陰間論對殺暴 但因業部輕重上位判定 而未能即刻受暴刑 所以病人不能捨仇死去 或是病苦前身不能傳遺 異常這些情力 不是凡夫逐顏所能分辨了解 如果有人還了這種病症 應當對著佛菩薩像前 大聲念地藏經一篇 或者拿病人喜愛的東西 如衣服、珍寶、莊園、蛇雜 對著病人的面前大聲嘗嘶 我某某等為這位病人在經象前 將他所愛的寶貝懸宅施捨變賣 拿來供養經象或做佛菩薩形象 見塔修寺、焰油燈、布施尚住等 這樣在病人面前說三次 令病人聽得清楚 假如病人的神色已經分散 或者已經棄絕 在七日之中 又要高聲地說這些話和宗經 病人死後 他的宿業重聚 乃至五毛間地獄的罪 都能永得解脫 所投身處 常知自己前身的事情 何況是自己寫地藏經 或教人寫 或自己掃畫菩薩形象 乃至教人掃畫 此人所受果暴必得大離應 因此 普廣 若見有人獨眾乃至一念讚嘆 恭敬此敬 你需要好好地勸勉他們用功 不要推心 這樣能令他們在現在、未來 獲得不可思議的功德 普通 如果未來世的眾生 在睡眸中見到種種的鬼神及形狀 或悲堤、仇壇、恐怖 這些都是一生或多生前的過去父母 弟妹、夫妻等卷術 在惡道受苦不得出來 又無法請有福力的人救救他們 普廣 你應當勸領他們好好的修復職德 回向被冤鬼孤魂 令他早離惡道府 普廣 你當以神力寧果些在世的卷術 在佛菩薩像前 智成獨眾地藏經 或請人代道 經過三片或七片 這些在惡道的眷屬鬼魂當得解脫 乃至他的親人在睡眸中 永不再看見這些鬼魂 普廣 若未來世有種種下賤或奴婢等 不得自由的人 各自宿世罪孽而要有懺悔 只要能智成尖禮地藏菩薩的形象 一日或自七日 念菩薩的聖號至一萬片 此人在盡此捕身後 千萬生中上頭生到尊貴之下 而不再受三惡道的虎報 普廣 若未來世中 有人生生嬰兒 在七日之內 能為兒童 中地藏經 而且念 《菩薩名號一萬片》 這位小孩 便能解脫宿世的禍報 而安樂長壽 普廣 未來世在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等人 由天曹來審定眾生的罪嚴 南岩浮提眾生的現行舉止都是造嚴 何況在知情的造出、殺道人、妄語等罪嚴 假如能在十齋日對著佛菩薩像前 讀中地藏經一篇 能令四周百游巡來無種種的災難 並且在百游巡來所居住的家庭 他家人在現在及未來世百千歲中 皆能永離惡趣的果報 如果可以每逢十齋日都讀中一篇地藏經 現世這些家庭即能免除種種橫病 而且衣食豐足 討廣地藏菩薩有種種不可施言百千萬億大威神力 來利益眾生的事情 厭佛提世界的眾生 和這位大使有深厚的恩怨 這些眾生聽見菩薩名號或看見菩薩的聖像 甚至聞到這部經的三字或五字 一手計或一句經文的人 在現世職能非常安樂 在未來世百千萬生中 亦嘗生得端正 而且投生在尊貴的人家中 這個時候 普廣菩薩聽完佛讚嘆地藏菩薩之後 貴地合掌對佛說 世聖,我久知這位大使有不可施言的神力 及大勢元力 但是為令未來的眾生知道這個不可施言的利益 所以請問世聖 我們應如何稱呼這本經 如何流通這本經呢? 法同普廣講 此經有三明 一明地藏本願經 亦明地藏本行經 亦明地藏本勢力經 這是因為地藏菩薩從九願劫來 發大勢元、利益眾生的願故 所以你們應依其大勢元力 宣揚流通廣道眾生 普廣菩薩聽了佛的指示後 恭敬合掌,鼎禮退下 利益存亡品第七 這個時候,地藏菩薩就跟佛說 世聖,我觀察驗佛提眾生 舉心動念都在這裡造業 有時候,或者能夠做些善事 但是都很快的退去善心 以魅禍善禮 利益人就好像走在難泥中 揹著重石,越走就越困難 這個時候,如果能夠遇到有力的善知識 幫他揹一些重石 或者全部幫他代揹 輔助他走到平地 又教他修學佛法 去惡行善 反省從前所走過的難泥惡路 而不要再經歷 這樣才可以令他出來惡道苦 世尊,有些集於造惡的眾生 都是從千毫小惡 而漸漸積襲到無量大惡 所以當他臨命中時 父母眷屬應該為他修福 資助他能往生善道 又或者在佛前懸掛藏上寶蓋 燃點遊燈 又或者幫他讀誦佛經 做各種佛菩薩的聖像 乃至念佛菩薩及匹之佛的名字 每一句聖號都要高聲念 深入臨中人的耳根 使他聽入深色本傳 這些眾生所造的惡業 果報照感必度惡道 但是因為家人替他修福德 而能消滅眾罪 如果還能在他死後四十九日之內 為死者講造善事 只能使他永離惡道 求生人道或者天道享受妙樂 而為他修福德的在世眷屬 也能得到無量的利益 所以我今對佛以及天龍百步等 勸告南岩浮提眾生 在臨終之日要小心謹慎 不要殺害生命 又或者做種種惡願來拜鬼祭神 或者祈求山間的妄娘 為甚麼呢 因為殺生來拜祭鬼神 根本不能利益死者 反而增長死者的罪孽 假使未來或者現在生 本來可以生到人間或者天上 但是因為臨終的時候 眷屬替他殺生造業 連累到他要和那些被害的冤魂對變 以至延遲往生善處 何況死者生前 如果沒有一些善根 就要依其罪孽受惡道苦 這些家屬竟然忍心為他增長罪孽 這樣就好像有人從怨地而來 絕糧三日又揹著一個百斤的寵物 突然遇到鄰居 還要他帶多些東西 因此反而又增加了他的群蟲 細尊, 我觀看這個嚴浮提眾生 只要在佛教中做善事 不論多少所有利益都是自己獲得的 地藏菩薩說這個話的時候 在會中有一位長者 名叫大便 這位長者在很久以前 已經剩下無生法忍的果位 他化到十方世界的眾生 事常以長者示現 這個時候他合掌恭敬地問地藏菩薩說 大便, 這個南延浮提眾生死了之後 他的捐縮為他修功德 乃至設齋各養或做種種的善人 這樣死者能得到大利益和解脫嗎 地藏菩薩就這樣回答 長者, 我今盛佛威力 為未來現在的一切眾生大略的說明此事 長者, 未來現在很多眾生將死事 如果能夠聽到一位佛或菩薩 匹之佛的名字 無論他有罪無罪 都能得到解脫 如果有人誤做善事 多做惡事 明中之後 眷屬為他修造福德 如果有七分功德 死者只能夠得一分 而其他六分功德 全部由生者自得 因此 眾生如果能夠趁著健康的時候 修善直伏 明中之後 每一分功德都是由自己得到 將來無常大鬼來到 帶著死者到陰間 那時候還不知道是罪是福 因為人死後四十九天之內 好像癡龍一樣 在陰屍辯論審定之後 才依其孽報仇生 而死者在經審判之前 就已經非常仇苦 何況又墮落到各種惡毒去仇苦 這個死者在未得到仇生的四十九天之內 很渴望眷屬為他造福救拔 四十九天過後 就要隨孽去仇報 如果是罪人 受罪報的時候 就經過千百年以無法解脫 如果是犯了五毛奸罪 就要墮落無奸地獄 經過千萬劫長久的仇苦 但是罪人的眷屬 如果能為他資助供養三寶 而且不要糟糕浪費債 甚至所有食物 如果未供養佛僧之前 都不得先食 如果不是這樣 浪費債食或者未供先食 不精盡勤修福德 那死者就得不到任何利益 如果能夠精勤清淨地 護持三寶 死者在七分功德之中 才能得到一分 因此 厭浮提眾生 如果能在父母或者眷屬死後 致誠懇切地為他們 辦齋供養三寶 這樣生者和死者 都能得到利益 地藏菩薩說完之後 在都利天宮 有千萬億的嚴浮提鬼神 因為聽了地藏菩薩這些畫 都發出無量正等正覺的心願 以大變長者也頂禮退下 這時候鐵圍山內有無量的鬼王 和嚴羅天子都來到都利天佛書佛的道場 有所謂的惡毒鬼王 多惡鬼王 大贊鬼王 白虎鬼王 血虎鬼王 赤虎鬼王 散殃鬼王 飛身鬼王 閻光鬼王 狼牙鬼王 千眼鬼王 淡壽鬼王 富石鬼王 替ち封鬼王 能夠揎 PlayStation 煉雷雷雷 主財鬼和 主速鬼和 主琴鬼和 主獸鬼和 主味鬼和 主產鬼和 主命鬼和 主疾鬼和 主險鬼和 三目鬼和 四目鬼和 五目鬼和 麒麗塞王 大麒麗塞王 麒麗叉王 大麒麗叉王 阿拿渣王 大阿拿渣王 如是等大鬼和 各與好多小鬼和 都居住在南岩浮堤 各有各的執事和 主持部門 這些鬼王和 嚴羅天子都養成佛 和 地藏菩薩的威神力 都來到這個 都利天公的法會 是一邊恭敬的旗著 這時候嚴羅天子 跪地合掌問法話 世尊,我今天成佛 和地藏菩薩的威神力 才能來到都利天公 參加這個法會 我現在有少少的移民 想請教於世尊 為完世尊慈悲宣說 佛和嚴羅天子說 隨便你問,我來為你解說 這時候嚴羅天子 沾禮世尊 和回頭看看地藏菩薩 然後對佛說 世尊,我觀地藏菩薩 在六道中 用盡百千種的方便方法 來救度造罪救苦的眾生 不怕辛苦疲倦 這位大菩薩 又如此不可思議的神通時跡 但是這些眾生 縱使得解脫罪報 過沒多久 又再墮落惡道去 世尊,這位地藏菩薩 竟然有此不可思議的神力 為何眾生 還不肯依照善道修行 以永遠解脫呢 為完世尊為我解說 佛就跟嚴羅天子說 難浮提眾生的 心性剛強,很難調伏 這位大菩薩 從百千劫以來 就一直不辭疲倦地去救拔這些眾生 令他們早日解脫 但是仍然有人墮在大地獄裡受報 地藏菩薩更以方便力 拔除他們的根本業縣 以令他們覺悟前生所做的事情 只是厭佛提眾生作惡的雜性太重了 剛剛自出惡道 但是一下又再墮入惡道去 不斷勞動地藏菩薩 九願劫來不停的救渡 這樣就好像有人迷逃而誤入險路 在險路中有很多野叉 老虎、狼、獅子、懸蛇、福癡 這個迷路人必將遭受侵害 這個時候有位善知識 能防製惡受野叉等侵害 他看到迷路人將要誤入險路 就跟他說 你為何要走這條險路呢? 你能制服這麼多的惡獸嗎? 迷路人聽到這句話 自知這裡是一條險路 於是想離開這裡 這位善知識就帶領他走出險路 到達安全的地方 然後就跟他說 以後不要再來這裡 凡是進入此路就很難出來 事上有性命的危險 你如果見到親朋好友 或者其他路人 應當跟他說 這條路埋伏了很多惡獸毒害行人 不要叫他們行入這條死路 所以地藏菩薩以大慈悲怨心 來救拔罪苦的眾生 令他們投生人或天道中安穩快樂 這些受過罪苦的眾生 因為知道業道中的苦痛 所以一經解脫 就永遠不肯再經歷這個惡道苦 就好像是迷路人誤入險道 遇善知識帶人出來之後 就永不再走入險道 以前一見到人家 就勸他不要進去 這是因為自己曾經迷路 解脫後自然不會再誤入 如果再誤入就會送命 就同墮入惡道無異 地藏菩薩 需要種種方便神力 來令他們解脫 但是沒多久 這些眾生多數會再墮入惡道 如果是惡業深重 就會永處地獄 而沒有解脫的時候 這個時候 惡毒鬼王合掌恭敬對佛說 齊尊 我等無良鬼王在焰浮題內 有利益人的也有損害人的 這些都是因為 焰浮題眾生所做善惡業 熱感召 至使我們的眷屬遊行世界多惡而小善 我們經過世人的家庭訪寫 如果看到有人做了很少的善事 乃至圓一番蓋或點香 或者以小許的花來供養佛菩薩像 或讀仲佛經乃至一句一句一句 我等鬼王會敬禮此人 就像敬禮諸佛一樣 我們會明寧有力的小鬼護衛這個人 不會令惡事橫病等不如意的事 近於這個家門 何況入門去侵犯呢 佛讚嘆鬼王說 非常好 你們和嚴羅天子 能夠這麼擁護善信的眾生 我亦和凡王及第二式說 令他們來護衛你們 這個時候 會中有一位主命鬼王就和佛說 我本業縣主師嚴浮人命生死 我本願是很想利益他們 但是眾生不解惡異 所以在生死輪迴都不得安勞 這個是什麼緣故呢 因為嚴浮堤的人在生小孩的時候 能做一些善事增益家人善福 自然會令土地神很喜歡 以來保護這對墓子 連他們的眷屬也得到安樂的利益 所以生小孩的時候 切勿殺害生命來制神 或者以眾生的鮮肉補給產母 或者請親友來慶祝喝酒食慾 歌舞歡樂 這樣會令產母和小孩都不能得到安樂 這個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因為生產事 有無數惡鬼和網量精微 來吸食腥血 我已經使用土地神子保護母子 令其安樂 因此他們應該多作善事 來答謝土地神 但是他們不單止誤報答 反而殺害眾生喝酒作樂 因此凡殃自仇以母子皆選 又嚴浮堤臨命中人不分善惡 我想這一位明中人不落惡道 何況在生時已經廣受福德的人 而這個嚴浮堤的行善人 林明中士 亦有很多惡鬼變成他的父母 或者親友來孕友亡人 令他落入惡道 何況生時是造惡的人 就更加難脫離惡道 世尊厭浮堤眾生臨死時 神色分會 不知善惡 甚至連眼耳都不能見聞 這個時候 他的眷屬當須徹大供養 讀中大乘經典念佛菩薩命號 以此善願 能令亡者脫離惡道 所有魔鬼亦全都退散 世尊一切眾生臨死時 如果得聞一佛命、一菩薩命 或者大乘經典的一句或一解 我觀這些人能消除五毛奸罪 如果是小小惡業 本應墮入惡道的 亦都能消除業障 而得到解脫 法就跟主命鬼王說 你這麼慈悲 能發如此大願 眾生的生死苦海中保護眾生 若未來世中有人臨生死時 你不要退這個救護的願力 要盡令眾生解脫安樂 鬼王就跟佛說 原世尊不要憂慮此時 我當不盡我的形體壽命 寧願浮提眾生在生時 或者死時都得到安樂 但願眾生於生死時 相信接受我的話 自然沒有一個得不到解脫 獲得大利益的 這個時候 佛就跟地藏菩薩說 這位主命大鬼王 而曾經百千生做大鬼王 擁護在生死中的眾生 這是大事的慈悲怨禮 化身大鬼王身 其實他並不是鬼 從現在經過一百七十劫之後 他將成佛 名號叫無上如來 劫名叫安樂 那個世界的名叫靖住 這個佛的壽命是不可計數的 地藏 這位鬼王的本事是如此不可思議 他所度過的人天眾生也是無量的 稱佛名號品第九 這個時候地藏菩薩對佛說 世尊 我今為未來一切眾生演說利益事 在他們的生死中能得到大利益 為完世尊聽我說明 佛對地藏菩薩說 你今法大慈悲心 救佛一起罪苦六道眾生 演說不可思議事 現在正是時候, 應當快說 否則我即將要入涅盤 如果你早點圓滿你的誓願 我亦可不必再去憂愁 掛念現在和未來的一切眾生 地藏菩薩對佛說 世尊, 過去無量阿曾子劫前有佛出世 名為無邊身如來 如果有人聞此佛名而暫生恭敬 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聚 何況是素畫形象, 共養讚嘆 此人將獲福無量 又在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出世 名號為寶聖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 在一壇子的時間發心歸醫 此人於無上佛道將永不退轉 又過去有佛出世 名號為波頭摩聖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經過耳根 此人當得千次生於陸獄天中 何況能自心清念佛號 更將獲福無量 又過去無量阿曾子劫前有佛出世 名號為獅子敲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而一簾歸醫 此人得予無量諸佛摩頂仇記 又過去有佛出世 名號為拘留孫佛 若有人聞此佛名 自心占禮或讚嘆 此人將於賢劫千佛會中為大凡王 得受無上菩提記 又過去有佛出世名號為皮婆思佛 若有人聞此佛名 將永不墮惡道 上生仁天壽聖妙樂 又過去無量阿曾子劫前有佛出世 名號為寶聖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 畢竟終不會墮入惡道 上生在天上 受聖妙樂 又過去有佛出世 名號寶聖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 生恭敬心 此人不久將得到阿羅漢果 又過去無量阿曾子劫前有佛出世 名號為家沙藏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 將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又過去有佛出世 名號為大通山王如來 若有人聞此佛名 此人得遇到與行河沙素無良的佛 廣為祂說法 將來必能證得菩提的果位 又在過去有正月佛 山王佛 智聖佛 正名王佛 智聖咒佛 無上佛 妙生佛 滿月佛 月面佛等說不盡的佛 世尊 現在及未來的一切眾生 只要能夠清念一佛名號 就有無良功德 何況是念多位佛的名號 你們眾生在生事或死事 自得大利 忠不度惡道 若有臨名中人 家中眷屬即使只有一人 能為病人高聲唸一佛名 此名中人除了犯五無間罪之外 其餘業部皆得消滅 這個五無間罪雖然是犯得很重 動經益業還不得出來 但因為成無眷屬為祂清念佛名 使祂在重罪中也能漸漸消滅罪業 何況是眾生自己清念佛名 更將獲無良福, 滅無良罪 教諒報師功德原品第十 這個時候 地藏菩薩成佛威神力 由座位站起來 在佛前跪地合掌講 世尊 我觀業道眾生所做的報師 有輕有重 有一生受福 有十生受福 有八生千生受大福 這是怎麼回事呢? 為完世尊為我開示 法就跟地藏菩薩說 我現在在都離天宮的法會中 講言佛提眾生的報師 教諒功德輕重 你應當住庭 我來為你解說 地藏菩薩跟佛說 我對此事有所疑惑 所以很樂意你聆聽世尊你的解說 法和地藏菩薩說 南岩浮提世界各國的國王 宰富大臣、大長者、王族大賊利、大破羅門等 如果遇見低賤貧窮的人民 乃至種種芒芽、癡農的殘廢者 這個國王或宰富大臣等 想要報師的時候 如果能具大慈悲心、謙卑含笑 親手報師或請人代師 而且已宴援安慰貧苦眾生 這個國王等所獲福利 就如報師百行何沙素佛功德之利 這是因為國王等對貧賤沈廢者大發慈悲心 所以獲此福報 在百千生中尚得七寶具足 何況衣食等等更是享用不盡 再者地藏 若未來世又國王、婆羅門等 遇見佛、塔子、佛形像或菩薩、聖文、碧枝佛像等 如果能親自應辦供養報師 這個國王等當得三劫為帝色身、修姓苗 若能以此報師福利迴向法界 這個大國王等將於時劫中 尚造大凡天王 再者地藏 若未來世又國王、婆羅門等 遇見先佛、塔子或京象、毀懷、婆羅 若能發心修補 這國王等或親自應辦 或勸他人、乃至百千人等 報師結緣 這個國王等將在百千生中 事上做轉輪成王 和他一樣的報師者 將在百千生中上做小國王 若更能於塔子前發心回向法界 這些國王或其他同行報師的人 將盡聖佛道 因為這個功德果報是無量無邊的 再者地藏 未來世中有國王及婆羅門等 看見很多老人、病人及產婦 若能生一念大慈心 報師醫藥、飲食、餓具 令他安樂 這樣的福利是罪不可思議的 他們將在一百劫中上造靜居天主 二百劫中上造陸玉天王 以後將究竟成佛 永不墮惡道 乃至百千生中 已不聞到叫苦聲 再者地藏 若未來世中有國王及婆羅門等 能於此報師而更能迴向 不論多少皆能不景成佛 何況是釋法轉輪王等果報呢 因此地藏 來當普勸眾生如此學習 再者地藏 未來世中 若有人在佛法中種下很小的善根 好像無法、沙塵那麼少 但他們受到的福德利益 亦是不能比喻地藏 未來世中若有人而見佛形象 菩薩形象、碧枝佛形象、轉輪王形象 而報師共揚 此人將得無良福 尚在仁天壽聖妙 若可以將此福德迴向法界 此人的福利將更大得無法比喻 再者地藏 未來世中若有人遇見大成經典 或聽聞一計一句 恭敬讚嘆、發心報師共揚 此人將獲得無良的大果報 如果更能迴向法界 他的福德利益則不能言語 再者地藏 未來世中若有人遇見佛塔子大成經典 見是新的便去報師共揚 尖禮讚嘆、恭敬合掌 如果是舊的或壞的便去修補、整理 或者自己發心 或者勸多人共同發心來做 好似這些人將在三十生中 尚做小國王 如果是自己發心去做 或者勸他人共同去做 此人可尚做轉輪王 還會用善法去救化其他小國的國王 再者地藏 未來世中若有人於佛法中所種善根 報師共揚、修補塔子或莊禮經典 乃至好像無法塵沙般的些小善事 若能迴向法界 此人功德能在百千生中受盛描 但如果只是迴向自己眷屬或自身利益 好像這樣的果報就只有三生的修補 所以如果能寫了一份 就將會獲得萬分的果報 因此地藏報師恩怨的事實就是這樣 地藏護法品第十一 這時候堅怒地神對佛說 世尊 我從九月內佔養過無數的大菩薩 他們都具足不可思議的大神通智位 廣道一切眾生 而這位地藏大菩薩的誓願寧 比其他菩薩更深重 世尊 這位地藏菩薩和驗佛提眾生有大恩怨 如文殊、普賢、觀音、微能四位大菩薩 亦化現百千身形來廣道六道的眾生 但是他們的誓願尚且有圓筆的一日 唯有這位地藏菩薩 教化六道一切眾生 所發的廣大誓願 已經經過與百千億行河沙數多劫數 誓著 我觀未來及現在的眾生 在住處的南方找個清淨地 以土石足木等做一個神助靜室 在這個實中能掃畫 乃至用金、銀、銅、鐵 來鑄造地藏菩薩的形象 時尚燒香供養、尖禮讚嘆 這個人的居住即可獲得十種力益 一、土地豐陽 二、家宅永安 三、以望的祖先可超升天上 四、現在在生者皆能現受 五、所求如意 六、無水火災 七、一切驚恐損毫的事都能消除 八、不作惡夢 九、出入有神護衛 十、多遇到好似文法重經、布施、塑造佛像等聖德恩怨 十、未來及現在的眾生 如果能在住處做這樣的供養 就可以獲得這十種力益 世絕 未來世眾 如果有人在住處有地藏菩薩本源經 和地藏菩薩的成像 此人如果能讀中這部經 供養地藏菩薩 我就會日夜常以神力互為此人 乃至於水火道賊等 橫和惡事都會消滅 法就跟堅勞地神說 好似你這種大神 其他神很少比得上 焰浮堤世界的土地都是蒙你保護 乃至一切草木、沙石、稻麻、竹蔚等地上的生物 都是因為你的保護力而能成長 你更應該時常清揚地藏菩薩功德利益的事情 因而你的功德和神通自然百千倍 成語普通地神 若未來世眾有人供養地藏菩薩和讀中此經 只要是依地藏本源經修行者 你都要去保護他 不要令一切不如意的災禍叫他聽到 何況是叫他遭受到 不僅是你去保護此人 還有帝式泛皇等天神眷屬亦來保護他 他之所以會得到聖眾護衛 都是因為尖禮地藏菩薩形象 和讀中本源經的緣故 這些人自然將出來苦海 正達涅槃法羅 因此能得到這麼大的護衛 見聞利益品第十二 這個時候發由他的頭頂上 放出百千萬億的大號象光 在放號光中 又放出微妙發音 和諸天大眾 天龍百步等會中的一切眾生說 你們今天在都離天宮 聽我清陽讚嘆地藏菩薩 在天道、人道中 利益眾生的種種事情 這是不可思議 超凡入聖的事 漸似正達十地果衛 究竟不退無常正等正覺的事 還有地藏菩薩 玉靈一切眾生先誠佛後 自己方誠正覺的事 這時候會中有一位大菩薩 名叫觀世音 由座位起來 在佛前跪地合掌講 世尊 這位地藏大菩薩 具大慈悲心 念吻罪苦眾生 在千萬億世界 化千萬億身來廣道眾生 他的所有功德 及不可思議的威實力 我聽世尊和十方無量諸佛 異口同音的讚嘆地藏菩薩 即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來講他的功德都講不完 正說由蒙世尊普告大眾 要清揚地藏菩薩利益眾生的種種事情 為完世尊為現在及未來的一切眾生 清揚地藏菩薩 不可思議的神通歷史 洗天龍百步 亦能瞻禮獲福 法同觀世音菩薩講 你和娑婆世界有大恩怨 所有天龍鬼神 乃至六道罪苦眾生 如果聞到你的名號 或見到你的形象 戀無讚嘆你 這些眾生於無常道必不頹轉 而且常生人道天道 享受苗樂 等到因果成熟就遇佛授記 你現在以大慈悲 念吻眾生及天龍百步 要來聽我宣說地藏菩薩 不可思議利益的事情 你應該注意聽 我現在為你宣說 觀世音菩薩就這樣答 是的,世尊 我好樂而聽 佛就和觀世音菩薩講 現在及未來世中 有天人的天福享盡時 會現誤種衰尚 甚至有些度在惡道裡 他們如果在出現衰尚的時候 能見到地藏菩薩形象 或聞到地藏菩薩名號 能瞻仰禮拜 這些天人將轉真天福 永不墮入三惡道受苦 何況是見到地藏菩薩形象 或聞到地藏菩薩名號 能用香花、衣服、飲食、寶貝應樂 來布施共養 這樣所得的功德福利更是無良無邊 觀世音 現在及未來世中 如果有六度眾生臨死的時候 能聽到地藏菩薩名號 只要一聲聽入耳根 就永不經歷三惡道苦 何況他的父母眷術 還將這個命中人的寫財物變賣 轉用來掃畫地藏菩薩形象 甚至還令病人在臨死前看到或聽到 令他知道眷術已經變賣財物 為他掃畫地藏菩薩形象 假如這個人的業務是應受重病的 則將成像這個功德以病如爭受 如果是應名盡而堕入惡道的 則將成像功德以消除罪障 明中之後 往生仁天受聖妙留 觀世音 未來世中 如果有人在世的時候 亡失了父母或兄弟姊妹 長大之後思念父母眷術 不知道他們生往何處 此人如果能掃畫地藏菩薩形象 乃至聽到地藏菩薩名號 占養禮拜 從一日到七日都未退心的占禮 供養地藏菩薩 此人的眷術如果是因業墮入惡道 應受很多劫的罪苦 將養成這個掃畫 或占禮地藏菩薩形象的功德 而得解脫往生仁天宗 享受妙樂 此人的眷術 如果已經生仁天宗 享受妙樂 即將成此功德 轉身福德成仁 而享受無良快樂 此人如果更能在二十一日中 一心鼎禮地藏菩薩的形象 念祂的名號滿一萬篇 當得菩薩然無邊身形 來告知此人的眷術 生往變道 或在夢中見菩薩現大神力 親自帶領此人去見祂的眷術 如果更能從此每日 慈念地藏菩薩命號 千遍直到千日都不間斷 此人將得菩薩顯靈祂所在土地的鬼神 終生護衛祂 令祂現在衣食豐足 沒有任何疾苦或事 此人畢竟將得到地藏菩薩 例為祂摩鼎壽祭 將來得成佛道觀世音 如果在未來世中 有人想法廣大慈心 救到一切眾生 或想收無常陶梯 想出來三界的人 堅問地藏菩薩的形象及名號 至心歸意 或用香花、衣服、寶貝、飲食等來供養 再去沾養禮拜 這些善南來的心願 都能迅速成就 永無障礙 如果想求現在未來百千萬億的心願和事情 只要歸意沾養 供養讚嘆地藏菩薩的形象 則所有願求皆能成就 假如祂又願求地藏菩薩以大慈悲 永遠來擁護祂 此人在睡夢中 將得菩薩摩鼎壽祭 觀世音菩薩 若未來世有人對大乘經典 深深珍重 又發出不可思議的心理獨眾 雖然遇到明師教導 令祂熟悉 但是祂都很快就忘記 經年雷遠總是不能獨眾 這是因為祂的宿業障礙 所以對於大乘經典沒有記性獨眾 像這樣的人 聽到地藏菩薩名號 或見到地藏菩薩形象 應致誠恭敬的陳說給菩薩聽 更用香花、衣服、飲食及一切玩具 來供養菩薩 並用一杯淨水放在菩薩像前 經過一日一夜 現後合掌請復 頭轉向南方 在入口時要自心誠狠 復願後謹慎不要食五身酒肉 也不要犯邪淫、忘語殺生 經過七日或二十一日 此人將在睡蒙中 面見地藏菩薩 現出無邊身形 親自來為祂受灌頂水 即從頭上將髮水灌下 此人夢醒後即便聰明 凡是一切經典一聽入耳根 即當永遠記住不忘 觀世音菩薩 如果未來誓 有人衣食不足、所求不如願 或多疾病、或多空事衰敗、家庭不安 眷屬分散、多糟宏禍 睡蒙中常會經報 像這些人如果聽到地藏菩薩名號 或見到地藏菩薩形象 能自心恭敬慈念菩薩的名號 滿一萬篇 這些不如意的事都會漸漸消滅 而得到安樂福餘 甚至在睡蒙中也很安樂 觀世音菩薩 如果未來誓 有人為了生活 或為了公事、私事 喜喪、急事等 要行入山林中 或過渡河海等大水火險度 此人應先念地藏菩薩的名號 滿萬篇 那他所經過的地方 就會有鬼神來護衛 而且在行住作惡 能永保安樂 甚至遇到虎狼、獅子等毒害人的惡獸 也不能夠來損害他 這位地藏菩薩 和嚴佛提眾生有大恩怨 如果要講他的利益眾生的一切事情 就是百千劫也講不完 所以觀世音菩薩 你應用你的神通力來流通 全部這部經 令娑婆世界的眾生 能閱讀這部地藏經 於百千萬劫永受安樂 這時世尊再用辦法眾說一片 吾觀地藏威神尼 行河沙劫雪難盡 見聞尖禮一念間 離憶人天無良事 若男若女若龍神 報盡應當墮惡道 置心歸醫大時身 壽命轉生除罪障 少失父母恩愛者 未知魂神在何趣 兄弟姊妹及諸親 生長以來皆不死 或數或或大時身 悲戀尖禮不暫捨 三七日中念其名 菩薩當然無邊體 是其眷屬所生皆 眾多惡趣尋出來 若能不退是錯心 即獲摩頂受聖記 欲收無上蒲堤者 乃自出來三戒苦 是人技法大悲心 先當尖禮大時障 一切諸願速成就 永無業障能遮止 由人發心念經點 欲道群迷超比岸 雖立時願不思議 旋讀旋亡多廢失 詩人由業障劃固 於大成經不能忌 供養地藏以香花 異服飲食諸玩具 以淨水安大事前 天天一夜求伏知 發音重心甚五身 酒欲邪淫及妄語 三七日內密殺害 知心思念大事明 即與蒙中見無邊 國內便得離根兒 應是經教歷異問 千萬生中永不忘 異是大事不思議 能使詩人獲此為 貧窮眾生及疾病 家宅空衰眷屬離 誰夢之中識不安 求者歸為無清遂 至深沾黎地藏障 一切惡事皆消眠 至於夢中盡得安 衣食豐饒神鬼戶 欲入山林及渡海 獨惡禽獸及惡人 惡神惡鬼並惡風 一切諸難諸苦惱 但當沾禮及貢養 地藏菩薩大事象 如是山林大海中 應是諸我皆消眠 觀音自心聽吳說 地藏無盡不思言 百千萬劫說不周 廣宣大事如是靈 地藏名字仁若文 乃至見像尖禮者 香化衣服飲食逢 供養百千壽苗 若能以此回法界 畢竟盛佛超生史 時故觀音與當之 普告行沙諸國土 竹類人天品第十三 這個時候 細尊又舉起金色手臂 摸地藏大菩薩頭頂房 地藏… 你的神力不可思議 你的慈悲不可思議 你的智慧不可思議 你的辯才不可思議 即使十方諸佛 都來讚嘆宣洩美的不可思議之事 就算是千萬劫也講不完 地藏… 記住今天我在都離天中 與百千萬億無良諸佛、菩薩、天龍八步 都聚集的大會中 再將尚未出來三界火窄中的人天 一切眾生附屬於你 不要令他們墮入惡道 受一日或一夜的苦難 何況更令他們墮入五毛間地獄 及啞鼻地獄 去受那些經千萬億劫 都無出其的大苦難 地藏…南岩浮堤世界的眾生 心誠不定 雜性作惡的比較多 眾言能化出善心 也很快便退心 如果遇惡緣便惡念增長 因此我訓術百千億神 除眾生的根性來盜脫他們 地藏…我今天懇切地把人間天上的眾生 觸託於你 如果未來世有人在佛法中 種了很小的善根 即使像毛髮陳沙那麼小 你都要用神力來擁護他 令他慢慢的修學無常淨道 也不要退絕地藏 未來世中 如果有天道人道的眾生隨意報形 應落在惡道 在墮落之間 或到了地獄門口 這些眾生 如果能念得一佛一菩薩的名號 或大乘經典中的一句一計 你應以神力方便地救拔他們 到他們的居住 現出你無邊的身形 例為他們化碎種種地獄 令他們都能生到天上享受苗樂 這個時候 世尊又以啟重說 現在未來天人眾 吾金恩勤扶足羽 以大神通方便道 物靈墮在諸樂趣 這個時候 地藏菩薩在佛前跪地合掌說 世尊 請你不用掛慮 未來世中 如果有人在佛法中 能一念恭敬 我亦以種種方法來 道脫此人於生死中 令他迅速解脫 何況是聽見善事 而能念念修行 他自然能在無常道業上 永不退轉 這個時候 會中有一位菩薩 名叫虛空壯 他對佛說 世尊 我來到都離天這個法會上 聽到如來讚嘆地藏菩薩的威神力 不可思議 未來世中 如果有人乃至一切天龍 聽到這部經 和地藏菩薩的名字 或者尖禮地藏菩薩的形象 可以得到幾種福德利益 願請世尊為現在 及未來的一切眾生 簡略地講講 法和虛空壯菩薩說 你仔細聽 我們為你分別說明 若未來世中 有人見到地藏菩薩形象 或聽到這部經 甚至讀中這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並且用香花飲食衣服 真寶等來捕師共養 讚嘆尖禮 則能得二十八種利益 一是天龍護念 二是善果日增 三是雜性常印 四是菩提不退 五是衣食風俗 六是疾液不淋 七是離水火災 八是無道策額 九是人見陰境 十是神鬼助詞 十一女鑽南身 十二為王神女 十三端正尚好 十四多生天上 十五惑為帝王 十六肅治明通 十七有求皆重 十八眷屬歡樂 十九朱宏消滅 二十葉道永除 二一去處盡通 十二夜夢安樂 十三千亡離苦 十四肅福受生 十五諸聖讚嘆 十六聰明離根 十七要慈問心 十八不景成佛 虛空葬菩 若現在及未來的天狼鬼神 聽到地藏菩薩的名號 禮拜地藏菩薩的形象 或聽到地藏菩薩的本願修行時跡 只能讚嘆尖禮 就可以得到七種利益 一者速超盛地 二者惡業消滅 三者諸佛互臨 四者菩提不退 五者增長本靈 六者宿命皆痛 七者不景成佛 這時候十方世界一切不可說的 無量諸佛如來和大菩薩 天龍八步等眾 聽了釋迦牟尼佛 清陽讚嘆地藏菩薩的大威實力 令他們都讚嘆地說 從來未聽過 好像地藏菩薩這麼大的威實力 真是不可思議 這時候 到來天 就好像下雨飄下香花 天衣和珍寶應樂 來供養釋迦牟尼佛 和地藏菩薩 在供養完畢之後 一切法會上的大眾 都在尖養禮拜誓尊 然後都很恭敬地合掌退下 祝� 任牟尾三 感谢观看